还有就是现在打303 第一张地图居然是庭院 庭院的话其实还是有其他阵容可以选择的 像是法老之音的那种配合 包括长枪其实在这张地图上也有一些发挥余地 看下两边的一个选择 两边现在阵容呢还不能太当真 但是似乎AE是要打一套天地狗 或者叫变形种天地狗 法老之音配合上黑影的 最近这套的那里也很多 刚才也是有秀出来 而对面这边ALF同样也是嘛 两边在DPS位置上选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我看一下辅助位 坦位在上面有点区别 一边选择了破坏球作为主场 一边选择了温斯顿作为主场 AE的破坏球 拼控来操作 AE这边是带着黑影的天地狗阵容 辅助位和DPS位置完全一样 坦位上面稍有区别 主坦位是什么一样的 从坦位这边的一个说出层面上来说 还是AE会强一些 但是从保护层面上来说 说F更胜一样 Rokuki这边被逼到了死角 直接被击杀 但是把对面的D把弹下去了 自己的天使被打断了复活 两边做了一换一 这边Rof打得很凶 自己来单找对面 直接单骑在对面双飞脸上 自己是没有带天使的 他现在 这边Rof是一个单飞 这边又把对面D把又怼下去了 这样的话 正面两波打完 AE这个点位应该是要先放一包的 AE可以看到点内 还是有一个仓储球在那边 没有了 这边是点直接让给对手 看一下破坏球这个点 会不会想更换 因为现在问题是 破坏球打多弹这种的 确实很吃香 但是打对面就在这种 说实话就没有很好用了 两边黑影的一个能量进杖 还是明显这边 Blackbin的一个黑影大招快很多 是 下一波手上就有这种 比较关键性的EMP可以释放了 X-Black的这个 混弹幕稍微快一点 看一下 找到就是查查查吗 Blackbin这边还在找人EMP 直接找到这边卢孝 配合自己家前排 长沙 矩阵也保不住 没办法 温斯顿特色好像不试这一套 然后破坏球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进场 这个就出现破坏球一个问题 但还不好说 这边 本来也被黑一波带走了 这边输出给的很足 Roth 把老金这位置拿破坏多了 两边是有人 后患AE这边打的其实也是很凶的 直接看 哇 空中两炮女武神直接落地 那这样的话Roth这个位置就没有人可以威胁了 直接到点内自己司机甚至可以考虑交火箭来清场 但是看上去可以省一波大招了应该 那下一波的话可能就来到AE的节奏 毕竟选上是有一个EMP可以释放了 你看看自己这边可不可以配合一个EMP配合天降正义去打 对 这两个大招就像我们讲的毁灭性非常强 让你一个伤害会不止 嗯 还有核爆新手投了这边 哇 双飞 对 核爆还新手带走双飞 双飞双飞允命 那这一波的话不太好打了 也应该选择扣招 AE这边应该也不会选择失败EMP 不过扣招的话基本上打最后一波 AE最后一波会携带三个打高 又换了卢西奥为了急速进点双AOE 点位的话已经来到85%了 那要看这边AE的EMP 能不能先手带走对面带带的卡亚塔 现在两边都有电子卖冲了 啊 这边剩直接Counter的对手电子卖冲 LF的Punky Egg非常漂亮的表现 同时抗住就有伤害保住火星大幕 这一波非常快 非常的灵敏的嗅觉 而且这边把对手AE的列弓也黑掉 这一波轻点 哇 毫无缓手之力 我看到在关键技能的释放上面 还是LF更胜一球 这一波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大老金的点点思虐 完成顺利的清场 1-0 LF第一局挺愿 还是拿得顺风顺水 这个反应是真的很快 但是我刚刚值得注意点 是刚刚AE这边EMP 其实是没有覆盖到长安海 是 其实应该是被障碍物组合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第二局 在剩下的两张图里面 会出现哪一张 也是 这张图的话 两边看一下正组了 会不会有人先选出 303呢 还是 哇 两边很有默契吗 还是 好 这边AE率先变阵 你好 拿出了地面3.3 你喜欢这张图 但这样的话 其实对面是蛮开心的 说实话 对面的这一套 阀老金配合黑影 会避到非常多的伤害 而且在有大招的这一波 303几乎会面临一个 灭顶之打 对 这一波会 所以说对于AE来说 一定要避免一点 就是对手 大招来得太快 对 尽量好的规避 对面的伤害是很重要的 但其实可以看到 在刚刚一张地图上 Black Beans 这个人的一个能力是非常好 他整整是靠了一个圈 才能打到 没错 这边给到 护盾 但是自己后排已经被偷掉了 这当成裂空在用啊 那这样的话 少了查压塔 展示机不在 又打掉一个 也没人可以限制 来自天上的一波伤害 这一波 可能要回去换阵了 虽然是温斯顿3.3 但是对面天上单位 还是限制了了 点位 先踩下来 我没想到的是 居然是在LF身上 就是在一个全韩班身上 看到了 我希望在CNOW看到的东西 嗯 就是不是拿铁头 拿303 对 而是选择一些 更加灵活的东西来打 那A1这边 直接换出了一个 迈克雷出来 嗯 这边 华了迈克雷 其他算是一个不错的针对了 单把迈克雷三辅去抢打 但是迈克雷这边 能不能把速输出 还可以第一波奶注 后面黑影给一些干扰 把对面黑影逼 这一波其实是一个出去时机 只要不费这个位置 给压住就可以 哇 再这样正一夜 换掉 是 换掉这个迈克雷 但是自己的辅助 是完全被限制的 这边无数直接斜在脸上 走过在这边 其实非常安稳 这一波还是没有太多的机会 其实这一波 我觉得这边的Rokuki 做的还不错吧 把对面黑影鼻子的时候 马上出门 然后跟对面的法老金 做了一个互换 但是后续的话 确实自己的辅助位上 还是没有辅助大刀 这一波也没有什么办法 但其实刚刚 Baby Moon的一个反应 已经很快 近期间拿右键去顶上去了 是 第二波 LF手上电子外冲 已经要好了 核爆鞋 那是那一波高台 核爆鞋在门口 带走金刚 没有来得及逃走 这边也是头在路口 小房间门口 是 而且AE这边 如果要全员下压的话 地面还有一个EMP等着他们 是 这边电子外冲 肯定会等到你下来 然后再放 是的 因为在楼上放的话 是没有任何优势 做一个OB 安静的观察对手的一个动向 然后随时准备提供 一个电子外冲 70点位 哇 一个EMP压下 这一波 还好最后是收掉了 否则LF这边恐怕有点难得核爆 反手脱了一个核爆 没有造成任何人员 击杀自己家 加了阴障 想要从这个高台出销 这一波拼控制 直接被两炮打死 而且这边 Rof真的压力很小 我们看到 这边双坦忙于 清理其他轮的时候 就是他这个 翱翔天空的一个时机 是的 来到这个点位 可以看到 手上又一个天降正义 对于这个 这个法老金的处理 AE做得还是比较疲软的 想要一波压性点 这边是直接一波洗脸 换掉双人 而且自己命保下来 那么接下来 三炮 再来掉卢西奥 直接进到点面 面对双残 也是毫无畏惧 随便Rof 自己还是阵亡了 拼手有大招 这波看下 能不能拖 进场多了一个时间 能不能拍掉对手查查塔呢 但是其实场面上 自己人员已经比较稀少了 而且大招已经结束 那这样的话被黑掉 应该是换不掉这个查查塔了 那这样的话 LF 这边还差一点点 最后还是打得比较顺利的 虽然说这边 Rokuri继续换掉一个人 但场上的力士确实比较大 2比0 LF拿下第一张 离江塔 是 刚刚那个牵枪阵意 其实也可以拿长枪 只是一点拿长枪的话 可能打的点位会比较少一些 毕竟整体的阵容 就变成一套中慢速阵容嘛 但是现在这个版本 还是以打快攻为主 是的 这边是LF选择了先防守 而选择了一套 这边是单带黑影的一套阵容来防守 这种资源给到Blackpin 刚才他的大招进场已经很快了 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大招进场 野球会变得更夸张 现在考验AE的时刻到了 能不能去盯住这个人 其实LF现在选择的这套防守阵容 是比较适合手臂端的 是 A点的话整体伤害会比较疲软 不够去打一个消耗 打B点的话整体打偏接会很好用 A其实是能够比较轻松的进点的 对于说不太能够阻挡你进场 对 A点会很好破 这套阵容 X-BAC的一个迈克雷 踩着队友加速 怎么感觉啊 这边是十五人都进来 可以加取长音了 直接拉起来 拉进点内 拉得很顺利 逼长对面的残位 前排也是逼到对面二楼的站位 这个拉点还是很迅速 而且很有效率的 逼走对手黑影 这一波就很有机会 麦克林已经站住了 是的 LF这套阵容确实 只是在推车阶段 接招阵容会比较强一些 但是 这个A点确实有些难 长跳一波 但温顺直接被定 黑影回去了 但是温顺怎么办 So what 现在生命虚微 整体的伤害没有这么足 根本打不动对面的人 是的 那现在的话只能杀King Kong 那King Kong的血线 直接溜下就好了 4DPP机甲爆甲 机甲好点来得晚 因为一些 这边正面没有什么突破口 而麦克雷站在二楼 非常的安稳 是X-Black在二楼的 一个伤害是很足的 嗯 前面Muston差一枪 一丝 应该是点掉没有问题 对面少了 温顺之后 踩点的压力要少 这个能力要少了很多 对象呢 其实对面的双T 有一个联动上的失误 嗯 但是这一波由于麦克雷在二楼的时候 地面的人阵望的有点多 所以他的输出效率还是慢了一点 没有能够迅速把人轻完 这一波有点可惜 刚刚那个情况是AE的前排压得太里端了 就是麦克雷能 覆盖不到 对麦克雷点到的位置是有些狭窄的 是的 那这一波 这一波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是打输了之后 AF下面一波会有大招了 下面一波开始先电子外冲 接下来双幅打招 然后陆续都会拿来扛这个线 那么这样不会像前面第一波打 怎么非劲 看一下X-Black能不能利用好自己的神速手 其实如果AE刚刚能够往前稍微走一点 让自己家麦克雷有更好的输出空间 这个点可能就站下来了 现在好在站下来两格 最后一格 看一下AE能不能投入资源拿下来 这边两个人面面相觑 但是这边第一波 反而是这边Black-Bin自己处死了 可报 想要把Sowater 但是Water这边水线有点残 还是把AE的X-Black强硬换掉了 是还是要看AE这边换人的一个效率了 逼出来就是有的圣 这边King Kong的原始暴动还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自己现在有点危险 可过下一波就要拿自己的原始暴动卡点了 这边Kaz的小Defa也是直接阵亡 这一波换甲没有成功 那还是要再等一波 就是一分半钟 AE现在还是要面临一个进攻上的压力 是 那现在可以看到两边都是 AE这边是算是有双辅大招 可以压进点内的 F接招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有一个EMP还有原始暴动 是 这一波的话 直接换阵了 换了一个查理亚出来 觉得麦克雷没有打出效果 还是要拿激动坦303 这一套的话现在主要的问题是 可能给一个查理亚赚能量的时间没有那么多 因为下面一波电磁脉胸 是直接会导致查理亚可能会猝死 那他们换这套阵容的话 其实RF是非常乐于去介绍的 因为现在头顶 直接来 EMP来到地面 全中基本上 那这一波 但是可以看到减时期自己反应也是非常快 在EMP的同时开出了手 但是这个剩有一个问题 自己队友扛不住一个伤害 对面不到 队友扛不住一个伤害 那只能选择自尽 这一波的话剩交掉 而且X-Black没有什么机会 去散自己的一个扎迪亚能量 哇 这边还要再被收 40秒 现在再断节奏 时间的话有一些来不及 嗯 还好 这边Sword被迫要开大招 这波要死了 要不然呢 这波其实LF的压得也有一点冒进吧 是 这个大招其实没有必要开的 它只是为了保命 那下面一波LF双浮大招 但是没有 只有一手合包和几张号令 R 哎 如果打得久一点 靠音像 是有机会打自己的重力喷涌的 可怕走在小房间 银杖盖出来 Sword现在的血线比较低 不敢下去 是 还在找机会往下压 但只有一格点 点还能不能踩一下 啊 这边敌了 敌了过来踩了一下 但可以看到 自己血线也是压得比较低 重力朋友 对到圣结束 其实是他的一个气息 直接吸了 这波能不能打得出出 漂亮 这边伤害 应该能够补足 而且拼控时直接开大 保证这个A点能够拿下来 哇 这一波 就像我们讲的 最后这个阴障是很救命的 VR这个阴障确保了 X-Black可以在残局 打出一个重力朋友 其实刚刚第一波的时候 如果说他们所有人 是和减17一起撤退的话 应该还是能打的 是 但刚刚开胜的伤害塔 和所有人 都是在走两个方向 还是有些可惜 但没有关系 有金无限把A点拿下 两分钟 看一下时间比较紧张 倒是真的 因为是最后一波才拿下的 而且LF来到A到B段 自己先有一手电子快充 如果能够在死亡巴士 这边先一波 突然就很有优势了 是 看一下这一波A在没有辅助大招 情况怎么来康特 上位拉散一些 X-Black故意站到后半 EMP放开 找到对面残下塔 一波带走 这一波还是两个 带蓝盾的单位 全部站在一起 那Black B能揪回去吗 门口被卡了一波位 但是应该能走 但从阵容层面上来说 S这边伤害层面 还是有些低的 对阵上对面 这种多替阵容 是有些疲软的 就关键还是七个问题 就第一电子替车黑完 队友一定要给大量的支出 第二是当你没有电子替车的时候 怎么打 现在LF要面临这个情况 双坦护号 但是对手也不虚拟 对手也不缺什么东西 极极号令交出来 两面对交 是 那LF手上是有双辅大招 打的也是不紧不慢 关键是A现在有一手 重力朋友马上 这个重力朋友对于对手来说 是一个限缺的东西 先交Sovat的一个原始帮路 对手开胜 胜结束之后 如果这个抓地亚 能放中力朋友 优势一个回民心打 一核爆先丢了 断对手后路 正面 Sovat应该拍到死人 留了 吃一手胜 好像被吃掉了 被吸了 但是有银杖 而且吃掉了残血的Sovat 这一波还是可以打的 自己资源当战优势 交资源交他真果断的 所以你看在自己 几方没有EMP的情况下 根本没有办法 收掉对面的人头 是 就输出太批软了 那这样的话 好在对于LF来说 最大的优势是 把第一波团战开在了 索马去前面 那这样的话 在B点门口 大家在进行 最后一波的决战 是的 时间的话 还剩下30秒LF 这边也是进行了一个辩证 Sovat换成 莱因哈特 从伤害层面上面来说 莱因哈特绝对是比 温斯顿导很多的 而且对手二楼 其实没有才需要 他去跳的人 是的 那这样的话 看一下King Kong这个大招 很关键 而对手 King Kong这个大招 能不能把对面的人员隔断 对手音杖先开了 压了个音杖 来到车边 直接强杀车边 这边但是应该能保住 把荷包再断一下中路 这个荷包隔断的有点好 这边直接导致King Kong断奶了 是的 Sovat这时候 也是带走了对面布里几惨 而且对手 我们看到King Kong 应该是被控了 所以大招时间没有开出来 加上强行续车 能不能拖到自己的温斯顿反场 有一点点难啊 感觉 有一点困难 毕竟场面上就伤 不还有个扎厉 哇 这边在有查查情况下 清点效率实在太高了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车时停在了B点前面 我觉得还是 就是本来 LF这套阵容 在推设这段 就是靠大招一波一波打 没有大招的时候 就给你耗能量 消耗你的能量 然后去转 转自己的一个黑能量 然后这是在下一波 可能答应 到最后来到B点之前的 一个辩证 也是意识到自己家 伤害层面上会有一些问题 高台也不需要去跳 也没有要控制的一个高台 还是换成莱因哈特 在车边 整体的伤害量 打得是非常足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AE整体的人员 算是有一些断层 一个一个在送 是 其实从刚才LF的 前面一波团战来说 虽然说是一个输的团战 但是从资源量的交换来说 其实是非常断 它逼出对手的重力喷勇 再逼出对手的印象 导致本来在能量天平上面 占优势的AE 变成了低谷 那这样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AE如何在A点 做一个尽量完美的防守 自己的车没有到B点的话 就尽量不要让车过A点 AE选择黑拳 激速加黑拳 这一套是高伤害 高爆发一套东西了 双斧带的是布里吉塔 配合安娜 那布里吉塔 始终只能站在安娜身边 对 它不敢离安娜 离开半步 一旦离开半步的话 安娜的声炼就会 这命拳一线相当于 是 那VR这边自身的能量 可能会来得非常慢 因为毕竟对面不会冒险 去跳一个有着 不利才保护的安娜 这样的话 看一下AE这套铁 这个黑拳的组合 主要要看两个大招 以及关键性的 就是黑道的单位 铁拳能不能锤到 配合怎么样 如果说LF是这套出门阵容的话 我觉得他们完全是 震重了AE的下怀 现在LF自己也换了 也是黑刀 黑刀对黑拳 这样两边都很有意思了 刀尖上起舞一套阵容 但进攻方多了手炉 需要最拉扯能力很强 这边已经找到你 藏着的铁拳了 而且LF身上 LF是带了一个缠压塔的 整体的激火效率 会比AE更高一些 会先黑铁拳 然后骑着激火铁拳 举阵拳给了要硬保 保不住呀 是AE这边的一个主书 从位已掉的话 场面上整体伤害 是低非常多的 我们看到激火目标 谁会想到 第一个激火目标是铁拳 场上的话 16PB的机甲会爆 但是正面上 已经是一个比较大优势 穿死对面的辅助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小D5也是收掉 这样的话 应该这个点位A点拿下 是胸有成熟的 但我觉得有一点 很奇怪的点 因为铁拳不应该 出现在这一侧 应该出现在 就是那个小房间的 卡托那个侧 看里面那次的话 一般来说黑影 是不太敢上来黑你 是的 而在刚才呢 导致对面黑影 在一楼就可以 先手黑到你 这样是没有什么办法 第一时间 急火掉一个主书 出位你确实没有办法打 也可以看到 LF这边前压 压得很凶 直接来到了B点门口 GoWatt是直接送了 一个飞行的尸体过去 刚才也是 应该是水线太低了 也是想让自己 这边入府快速 收出大招 但下一波 LF有一个巨大的点 优势是在于 自己黑夹刀这一套 但现在如果交的话 有一个点是 对手B点门口 还可以再组织一波团战 所以看一下能不能先 一波加速前压 可以和自己家 原式拔刀 这波直接没有等黑 先交刀了 但是效果 效果也是非常好 是直接给到了 加速的一个资源 后手给到了电磁脉冲 电磁脉冲稍微有点浪费 而且车其实没那么走 对 我觉得AE算打 电磁脉冲可以不用交 对 这一波其实AE 也觉得可以接受了 因为逼出对手的一套 combo 自己在下面一波B点门口 这个黄金车位的门口 这个位置 就可以再去守一波 是 刚刚其实可以看到 RUF这波拔刀 给到的资源是非常多 不效加速 Diva右键 温顺森集火 是的 每波 索瓦特就断了后排 索瓦特又过来断一波节奏 自己有原始帮动 可以随便拍的 但是对手先开胜 断你的一个念想 正面 这时候缺少辅助的奶线 不理他就直接阵亡 索瓦特再回来 这真的是打得拼啊 新到140多的鞋 但自己队友有胜 吃到自己家队友有胜 隔断对面奶线 这边查亚塔也是命不久矣 看到这局波跳跃 索瓦特是狭路相逢 而对手KINGKON 也开始打招 拍死一个黑影 看一下这边KINGKON 能在场上撑多久的时间 可以看到RUF打得也不着急 我先把这人收完 我再回到车边推车 KINGKON也把对手的双斧 应该是收掉了一个黑影 加上查亚塔 所以对手 两边是有人缘的互换的 对 现在都还有机会 原始加上卢销 看一下 接下来听话 阴隐障交出来 VR下一波交出阴隐障 反KON 但是被一个EMP给取消了 现在看AE这个 就是很有交出去了 巨大的刀还不错 KONT的这把刀的话 还有机会 是 但是可以看到AE 现在车边皮鱼返场 迪外机甲已爆 我觉得LF这波 可能选择退了 因为现在车边就消负 来 温素还开启了原始暴怒 逼出对面查亚塔 圣这一波其实是转的呀 因为圣逼出来 而且这边四波 而且圣的位置有一些尴尬 这边应该是溜不掉了 KON装弹激活 双半还在做一个 呃 刺刀剑红的一个争斗 这边JARIA一丝血 X-Black 但是对面SOHOT的曲线 也很低被收掉了 又保住了 而且下一个众朋友要有了 这一波A应该是守住了 高能JARIA在场上站住 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觉得LF打得稍微有一点点动动 是的 这一波在进行长时间的幻觉 是把X-Black养成了一个怪物 对 但是 好消息是逼出了对面X-Black养 下一波的话自己手上是有着X-Black养 可以直接一波走到点内的 对 但是这个圣 看下先开后开 如果先开其实这边X-Black是很开心的 完全没等到你圣结束之后 直接一波重力朋友回天命地 好 对面给到 Winston罩子又是一个充满能量的X-Black JARIA直接戳对面的机甲 JARIA给到对面压力非常大 一个军能射线 这种力核爆 看一下效果能不能拍散一些 漂亮 对面还是炸死了对面的JARIA 实际上对手只有兰尼哈德在场上单弹位 拼空的大招 打到消失了应该要往回溜 还是要找到对面的后排 但是对面抱团抱得还是比较紧的 这边机甲已经大了 拼空也没有血线了 只有几十滴鞋 再往空中做一个规避 但是正面布里基塔 感觉也有点难 这时候蓝尼哈德的特点就显现出来了 在盘局的时候还是能够补到 非常多经验到了 是的 其实这 花村也有秩序之光开一个门的那种 一个操作 我当时是 对 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一个比赛 是的 A点啊 秩序之光开门 但是这边看一下 LF还是选择先防守黑刀 果然啊 黑刀黑拳其实在这场图然都很流行 地图高地点很多 共原势和铁拳所亏损的一个点是很多的 但从击杀效率上面来说 原势的话是没有铁拳这么高效的 嗯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A1的进攻 拿了温斯敦303 不太怕对面就要这么说话 是 但是关键是不要让队友上升的能量 快速进点 硬跳 硬跳一波进点 但是血线被压得非常低 能不能及时保住 哪些 有些困难 但是对手这个Zowart应该也要死 是两边兑换一个主坛 但是蓬佩耶格这个位置好 现在去管了 很关键 一定要去管住这个查尔塔 第二时间失去的视野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了 参举里面 原势还是发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把对面的人全部打死 这样的话这一波应该是守住了 蓬佩耶格 我看到第一波这边 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 能量方面 而且Rough的原势也是进账不少 而且可以看到Black Bean手上的EMP 已经来到73% 下一波的话是可以配合打一波黑刀的 嗯 这一波的话 看一下要不要直接交招 是交单刀还是黑夹刀 哎 Black Bean先被逼走了 但是也赚了一波能量 哦 这边自己要叫进苗鱼了 鸡多温顿先上一波 鸡多温顿往前顶 哦 这一波能量赚了很多 Sowart 虽然说没有造成有效的击杀 但自己也没有生存的一些问题 哦 大招应该要交了吗 来 可以看到CPCR这边机甲被拆 还会不会是一个伏笔的 两边开灯 这边 CPCR就直接爆了 小迪霸 哎 这边有失误 还好 是把小迪霸收掉了 也活下来再弹一刀伤害 哇 最后这几刀伤害其实蛮高的 但是自己能不能溜呢 自己队友保证自己选项保证的 是挺好的 这边X Black 小迪霸 这一波ROUGH算是 其实有错进错出吧 第一波稍微有点失误 问题不大 嗯 我们看一下能量情况 这一波其实 呃 我们注意OITOPI这个 它这个安娜第一个技术刚交完 现在第二个技术马上又好的 因为刚刚 呃 AE这套正容是完全没有人可以压在它 对 它非常舒服 是 只要它自己准度够 健康屏拍得好的话 呃 整体技术会来得很快 可以到一个第一板 还是好像跟不上集火 别投核爆了 银杖交出来 但核爆好像投到了二楼 没有起来照过 正面搜卧队 还在电 技术温顿 那自己拳有点不太够了 AE这边升幅已掉 这一波可能会有些难打 这一波我觉得主要有点亏 都是交了银杖没打赢 啊 对手虽然核爆也交错了 但是这一波还是只能选择跳楼 而且我不得不说 AF这边安娜自己的一个 位置转换做得很好 嗯 他刚才也是有一个换位的一个情况 下面一波又是 Punky Edgar的一个 查尔塔的一个大招时间 那X-Black的这个重力喷嚷就很关键了 能不能先用自己的温斯顿和大招 去逼出对手的胜 现在节奏几乎都是掌握在LF手上的 可以看到他们黑夹刀 包括一个温斯顿原始暴怒 这一波 电子半生 Punky给到 但是位置并不是特别好 在手上这个 重力喷嚷 这边是黑道查尔塔 所以说只决定单杀查尔塔一个人 这一波 重力喷嚷还是击杀的对面三人 而且原始带刀阵亡 这一波LF没有什么大招了已经 AE有机会可以直接一波进到姐妹了 下野坐上 那边黑影还插掉了一个卢销 但是顶上 SOROT反抢新苏文顿 哇 这个新苏文顿有点猛 是的 断了这边补给线 这一波新苏文顿 SOROT应该能够先稳一稳 是 但是场面上还是AE人会比较多一些 对面的黑影一直活着 虽然是说血量很残 额抱都到后面想要保小敌 小敌本没有保住 TINKO非常漂亮 其他人自己上之火海 一换一的动作 RUF这边还是选择带刀回场 但这个胜应该要回来的 对 应该是要选择须最后一个点 有电磁脉冲吗 电磁能稍微等着 直接交刀了 扶住 哇 这边一刀伤命 逼到小房间 是的 又看到一个猎口 RUF这一波 漂亮的一个操作 虽然自己查查阵亡 但是对面急救号令 这一波还不好说 想要杀杯兵的小敌本 小敌本硬保一下 好像保住了吗 没有保住 还是阵亡 那这样的话感觉这个点 是最终要被LF冲下来了 哇 RUF这一波 真的是赶在自己电磁脉手 没有好的情况下 强行开招 其实打到中段的时候 AE这边是有优势的 只是他们没有选择前行吃人 对 而且自己那波胜呢 开得稍微有点早 其实那波胜 如果能够留下的话 后再有机会 这边一个裂空 还在拖时间 还有机会 还是想要继续续 先卢孝过来 虚了一下点灯号被黑了 没有办法继续滑球 能不能溜 X-BREAK 还是被收到对手跟温顿 有点不太好对付 而且还又交了一个阴障 那这样的话 可以点上一千多粒血的 一个SWAT 还有大招 还在努力反场 但是稍微有点难 机会好临 这边不理解反场 对手温顿直接开大招 再开出一个圣 这个圣是真的有点不太好对付 是的 肉圆可见 这边咽皮快好了 这边其实BlackBin 也没有太好的 一个清晨漫法 只能够尽快地 去打出输出 然后打出自己大招 这边KinQ还跳掉了一个 要开点 叶酸肉没有了 咽皮没有开出来 对 有点失误 清点效率 LF初期的第一 主要是个破坏球 极大的扰乱对手 但是AE这边 只有一个破坏球 迪爸又要过来 跟他吸一下点 然后再血 直接被秒杀 只有一个迪爸 还有一些核爆 小迪爸能不能活下来 照此照做 哇 小迪爸没有上下 下一把刀已经好了 虽然说LF清点效率很低 但是确实 复活点还是挺远的 是 不得不说 AE还是比较顽强的 在面对对面传害 睡了很久 是 确实比较可惜 好歹不够 也是占到了81.8 对于这边的AE来说 还有一个防守的余地 但是可能就是要在 比较 就是我们家 比较蜘蛛比较一点 就每一格点 可能都不能随便让 是 跟AE做的 比较不好的一点 是在自己有优势情况下 没有前压 去把对面的 比较关键 带节奏的点吃掉 不管是他们的主C 原式也好 还是他们带节奏 SOWWAT也好 都没有选择去前压 而是在点里 等那个小队 这其实是比较不好 因为这种节奏 是很容易被断的 对手也是很耐心 等你这个盛开完 然后温斯顿和原式 一起进场 是的 不过其实说实话 刚才LF防守的时候 几个大招的效率 都不算特别高 包括电磁脉冲 等等 一些轻点的效率 都是比较低 所以也会给了AE 很多机会 去不断地去去到A0 是的 两边其实都会有失误 我觉得AE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作为一支新的队伍 是的 那看一下 接下来LF的进攻 而AE的防守选择了双短 双短枪的话 双短枪的防守 整体伤害会有些不足 而且最重要的是 因为 好在说我觉得 这张图呢 在入口是比较平面的 所以他们的交战重点 会放在入口这个地方 而一旦过了入口 进到一个激动地 对于夜空来说 就对于夜空来说 就比较难受的 是的 看一下接下来进攻方 LF的阵容 应该是要单带黑影吗 感觉是要一个 单带黑影的阵容 还是给到资源 BlackBin 这边是看一眼 看一眼对面 直接换成五笑 换成五笑之后 加快一个天点 这边好像电到黑影了 应该能够逼走 Pookie还是有信标的 那从这个阵容上面来说 完全是刻到了AE 换了换了换了 这边BlackBin觉得自己 好像放了自动坦303 对 这个自动坦303 确实双坦相不太好处理 是的 在也没有大招的时候 这体伤害太低 一定要快点打大招 现在给Rogupi的压力 其实很大 但是对手近点 好像没有收太多过路费 直接放进去了 二楼 二楼高台 Winston去卡一下点 但是只能卡一下 这个只干 对手直接下来吃人了 想吃Winston吗 Kinkong 吃人 Kinkong的选项被压得很低 这边想要对手Winston 对手Winston先掉了 而且Kinkong活下来了 非常漂亮 不过Black XBlack是生物的确 自己身亡 换了就是双产 但是这个Zaria BlackBin高能 两边在进行互相换人 但是很明显 AE 人员比较齐整一些 主要是这个高能Zaria 毁免性有点大 马上大招 这边大招已经一半了 逼到悬崖 高能Zaria直接一戳即死 那戳了就是荣效 Winston的一个布地基塔 眼内只有一个激素小地方 但是碰到对面 这种高能Zaria 也是比较难受的 直接投了门口 没有炸到人 小地板上甲 但是Rof的一个布地基塔 配合上高能Zaria 站住点位 这个点恐怕是有一点点难 是 只有一个地板在续点 那这样的话 这个点上 还下面的Winston 想要小心续一步 还有一个安娜 是 门口是完全被 这边BlackBin给卡住 是 这边直接把你的Zaria Winston戳死了 实在不给机会 删洗一个安娜 把你安娜处理掉 点上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人 可以再去续点了 RF顺利 你拿下花生3比0 现在已经确立了 这一场的 再极端一点 就是保里球之类的东西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防守方 RF果然是选择先手 拿了破坏球吗 Sleepy Bear 这边的战术很有意思了 Sort肯定要换的 这个他拿黑百合 我不相信 这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主题 就不能拿黑百合了 你又在影射别人 我没有 好的 其实国内好像 他真的没有主题 偶尔拿一拿黑百合 这个样子 这有拿法老之音的队员 我记得好像有一天 LAB有一次训练下 我有看到 那个主题拿白 其实现在大家都会用 因为自己天地偶尔 也需要打的 好 那这样的话 LF选择单黑 而A的进攻 同样是单黑 一条迹象阵容 其实这套阵容 我刚刚有说是 偏接招的阵容 两边都是在等对面突进 那这样子的话 进攻方其实是有优势的 你们不突的话 我们车可以一直追 我这个车就可以一直往前走 而分裂先绕到后面 分裂时的打黑影这个位置 信标丢好 信标丢的一个位置 相当激进 他信标是丢在对面的后面 找低吧 漂亮黑掉 对面低了 但是位置是挤火不到的 自己的选线还被压得非常低 没有交信标回去 他是被黑掉了 所以说直接回不去了 这一标对面的黑影 其实就很灵敏 而这边 Blackpin又黑掉对面的 这边的温斯 做一波收割能量 是 那防守方这边是看到 对面吊人情况下 是压到了一个桥头 这样的话 两边能量进展 我看到Blackpin 这个能量啊 长得真的是飞快 是 他确实是因为 他本身枪法很准 而且秀 刚才我们看到秀 觉得非常好 在对手黑影 骚扰自己的 第一把的同事 自己马上反手 回到对手的黑影 不给对手黑影 逃成的机会 跳后排 这边压了一下二楼 电磁脉冲已经交了 找用找CD 这边还是秉持这个原则 配合自己的 激活 含斧去收一波能量 是 而且这一波能量 大部分的转化 成了Soward跟Rawf的 一个不力打的能量 那这样的话 就是看一下 AE在前面两波 交过之后 不过下面一波 森林应该比较有把握 自己可以打出 自己的电磁脉冲 其实这套阵容 并不是说 一定要主动前压压人 就等对面突过来 然后冰到之后 一套集火也可以 嗯 所以可以不用这么冒进 就刚刚一个 很平均的态势上面来说 还是进攻方有优势 嗯是的 来就黑掉了一个 那这波没有办法跟随伤害 是的 那也没有人过去找他 嗯 顺便只能做一些干 那SleepyB的指甲 被黑的时候 逼得很薄 能不能收掉啊 这边是有一个被黑的雪包 可以用起平息的 专用雪包 但是抽掉了一个Otopy 有机会啊 这一波 被迫丢了核爆 交召 团列手上是有一个EMP的 哇 这波King Kong 好像是被黑的 直接炸死了 两边还在进行交战 但是怎么说 我觉得AE打得有一些 太被动了 这个情况的 这个时候要选择一个 C护目 直接下去了 Sewort抓进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形差时机 这一波还是被断力波节奏 他们如果要这么打 我觉得还是尽量去更换一套阵容出来 打303后更好一些 嗯 因为自己的这个黑影 其实有点 无用武之地的味道 是 凯亚温斯顿大招 对手的 少了一个查尔塔 这边有个有机会 漂亮 趁着对手查尔塔不在的情况下 对手的腹线不够 找了一个急火动目标 再拍对手的 这边个人的一个单 带线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一如既旺的非常强 但这一部LFI在双腹打着 可以做反常 而AE现在 唯一可以指望的 自己的辅助大招稍微快一点 另外自己的核爆 能不能在A点 是一拳定一 自己的辅助大招来好之后 能不能先扛住 对面第一波急火 嗯 这一波看一下 威亚的阴障 差一点点快溜 哇 这边 贴地槽直接溜了 是 那查尔塔跟Blackman做护博 直接开了胜 但是没有救到Rawcookie 那下一波的话 还是要开启自己的阴障 保证堂就血线 没有保 哇 Sowler这一波切入的时机 非常的完美 嗯 直接找到对手双服的胖弄里面 其实可以看到两边主气带线的节奏 还是非常强的 对 不一样的是 LF这边主气带线的情况 是由自己其他队员去补自己伤害的 嗯 而AE就是单人带线 是 这两边主坦都是那种 孤身 孤军深入型的一种主坦 对 那下面一波 LF这边 和爆加胜 和后施的 我们原始帮弄和电子迈充 AE差亚塔 直接换成了一个安娜 我觉得AE要先开招 这波如果能散到军 应该先开招 先黑到迪瓦 还是选择先黑迪瓦 但自己这边血线还是被压比较低 阴障保人 还不交电子迈充吗 分裂这边扣得很死啊 双户有交换 车有人碰 应该是觉得刚刚那个位置放出EMP 没有办法 哇 自己是这边高点 查尔塔抠死了 哦 这一波是一个意外的状况 反而是LF自己先行开出了EMP 对 我们看到这一波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查尔塔 什么时候溜到了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是怎么上去的 我先问一句 诶 但我真的觉得很奇怪 明明自己手上大优的情况 一直是考虑到自己队友 没有办法补足伤害 然后没有放出这个EMP 先开招嘛 嗯 是 这一波一直是比较犹豫 所以说导致自己突然一波猝死 就没有机会放出这个电子迈充了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 我看AE就是上一周 加上这一周都是打这张地图嘛 嗯 他们每次在这张地图都会打得很犹豫 你还记得上一周 是 原是XBLACK的那把刀 也是扣了一整场 嗯 始终不敢拔 对 我觉得对于新队伍新选手来说也蛮正常嘛 但是 我觉得正是因为是新队伍啊 不要想太多 就 你也没有那种什么 就把每个人的风采打出来 可能会打得更好一些 是 就不要有太多的一个心理包袱吧 就放开了去打 那反而背负的东西越多 往往效果越差 那这样的话看一下AE的防守 秋是停在了过了加油站侧面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怎么来打 而AE选择了拿出黑百合 单黑百合一套阵容 这对于分裂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但是分裂上周的表现还不错 所以看一下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给队友带来一个高风险 高风险高收益的一个选择 而进攻方LF 其实LF如果拿Winston303的话 还比较克对面这套阵容 AE这套阵容 比较吃分裂的一个个人能力 能不能在这个长直道上 收到很多过路费 或者说抽奖 抽掉对面一到两人 变成比较关键的点 这个位置 其实给他的开枪机会不多 对 他一定要在这几枪机会里面 抓住这个机会 哇 漂亮 但这个等一下就是要换英雄的 但是从手感上来看 分裂的手感还不错 是的 现在应该马上回到后点的位置 但是被黑影找到 黑影这边 该边是这边 倒上衣服 有没有人保一下 没问题 自己温斯顿主护胆不得保护 那现在看一下LF怎么来解决 对枪 但是抽位来到这边的话 对打合来说并不是特别有力的 两面推把盒其实都不是人出户这个位置 是 看一下两面推把盒找机会的能力了 好 知道对面也是选了黑板盒 自己要担心 抓勾勾上来 但是对面 过来也是过来跟隶一下伤害 完美的罩子 这个拼空的罩子非常关键 但是车让了有点多 这边要下去卡车了 对手的查查 对手这个黑板盒也给他一些压力 但是因为自己 AE这边自己家前排过去保了一手自己的黑板盒 以至于把自己所有位置让给了对面白盒 这边正面双方打分一个残局 有透视的情况下分裂 给对手黑板盒压力还是蛮大的 把对手逼走 车是稍微稳了又稳了 但我刚刚发现Blackbeam 他的一个抽枪速度好快 就属于快枪手 对 那这边的话 其实Blackbeam还要再找些机会 就现在对于Blackbeam来说 一定要摆到正面来 拉到正面来其实对手还是很舒服 拉不到正面就没有什么很好的角度 而对手现在是很舒服的 哦 现在分裂已经盯到对手了 哦 这枪空掉 我觉得分裂在上一个赛 哎 一枪抽掉对面的百合 这枪很关键 恐龙又是给一枪温斯敦的压力 这样对面的双场暂时是不得改上了 温斯敦也没有机动性技能 这一波 应该能够把手稍微卡一下 但是一定要快速清点 交了一枪核爆投货点 哦 对手的核爆来了 核爆压到这个位置 逼出了圣 逼出对面的圣 这个圣交的不是特别经济 但圣七剑能不能收人 漂亮 分裂右手站出来 一枪 两枪 双股全部倒地 但自己也是被双气限制 嗯 自己又没有牵手的情况下 整体场面上伤害可能会有些疲软 哦 搜索想要把大招打出来 但差一点点 我真的是觉得分裂之前 在HTP磨练了很多 是 看到在这种队伍磨练时 能带来非常高的收益 对 King Kong 也上前再次带来 Black Bean Black Bean 目前几乎没有太多的人头欲战 虽然说确实能量方面还不错 第一个大招也是打出来的 那分裂这边是要反场了 可以看到LF进行人员变换 直接换成了机动坦303 哎 其实这套阵容比较好打一些 对 A1 面对上机动坦303的话 整体伤害会比较疲软 还是要靠分裂这一个单点去做一些事情 现在给分裂的时间不多 一定要击杀 对手温四永大招开斗式 看他选择的目标会是谁 肯定是找这个黑板盒 给到自己家压力最大的一个点 是 分裂能不能找到机会 但是完全不给面子啊 分裂 对 因为现在黑板盒扎锋是 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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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的 自己有文森 原始暴动 但是场上已经是一个4大DL的劣势 平空 能不能配合核爆和音杖 打一波 两边音杖都交吗 这边音杖还没有交VIA 但是上下上漂亮 直接救出自己的布里塔 往前做压制 对手现在是暂时没有胜和音杖的 可以看到CVIA手上一个核爆头 在点车边 还炸掉了一个VIA 而且这边布里塔也是在对峙当中阵亡 这样的话已经没有太多的技能 现在车边只有铁拳和低压可以卡车 铁拳还被限制了 有点难了 那这一波的话就很可惜 这个音杖可能没有机会放出来 是的 我们恭喜RF4比0 再下一张图